美国乐坛盛会第63届葛莱梅奖已圆满落幕 部分粉丝对于BTS未能获奖感到相当可惜外 当然也有针对这次的葛莱梅表达出愤怒的粉丝 进而纷纷开始指责 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针对BTS未能获奖这一块 而是可以想起这段期间 葛莱梅所表现出的行为才感到更加不满 我们赶快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台湾时间3月15日在美国洛杉矶 举办了第63届葛莱梅颁奖典礼 防弹少年团作为南韩K-POP史上首度入围最佳流行组合团体奖项的艺人 引起各国粉丝高度的期盼 全世界的阿蜜们在葛莱梅颁奖典礼开始之前 就不断在SNS上给予BTS支持 虽然在发表结果的那一刻 防弹少年团为了拿下这座大奖依旧虽败犹容 有粉丝依然暖心鼓励下次再来拿奖 但也有部分粉丝针对这次BTS未能获奖 对葛莱梅提出了强烈的指责 批评葛莱梅在颁奖典礼之前 为了达到宣传目的 只要有机会就利用着BTS 葛莱梅先前在今年1月底时 曾举办过BTS Dynamite ME打歌服的慈善拍卖活动 当时还创下了拍卖中以最高价成交的货品 另外在第63届葛莱梅颁奖典礼之前 在葛莱梅周慈善拍卖会上 将BTS所捐出的Life Goes On打歌服进行异卖 目前该竞标仍在进行当中 拍卖所得也将捐赠给葛莱梅博物馆基金会使用 不仅如此BTS还在3月13日参加了 葛莱梅慈善机构所举办的公益演唱会 透过线上演唱会进行募捐活动 BTS加入该慈善的演出阵容 为活动创下了巨额的门票收益 售票收入则用于帮助那些因新冠疫情而受影响的音乐界从业人士 然而在葛莱梅颁奖典礼前夕 甚至从前几周就开始不断地在SNS上积极宣传BTS 疑似是为了收视率 典礼当天还将BTS的单独演出安排在压轴登场 以上种种疑似是为了顾及活动本身的宣传及收益 葛莱梅把BTS利用到最大极限 虽然若微已经是一种肯定 最终没能获奖 但是可以站上葛莱梅舞台单独演出 已经是BTS莫大的荣幸 而现在葛莱梅奖主办单位 美国录音学院的官方网站 以及SNS上 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粉丝的谴责性留言 还有很多粉丝在推特上 以来连到BTS 以及BTS Our Greatest Prize的标签向BTS发送应援 截止至3月15日这两个标签 还登上世界及时热搜榜上位圈 证实了世界弹在全球的影响力 BTS这次虽然无缘获得葛莱梅大赏 可是同一天在世界第二大音乐市场 日本所举行的第35届金唱片大赏上 BTS创下了外国歌手获奖最多的记录 大丰收共夺得8座奖项 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粉丝的祝贺 可说是与葛莱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呢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